仔细看一只海豹正在褪皮 可钻出来的却是个美女 这是一个男人恰巧看到了这一幕 被她的美貌吸引 于是悄悄爬到她脚下 偷走了她的皮 失去外衣的女人再也无法回到大海了 并跟着眼前这个男人回到了村里 女人的生活也从此彻底改变 不久后女人就怀上了宝宝 出生的时候男人很高兴为她坐了个小船 但这个宝宝却很奇怪 白天总是哭闹不止 女人每次都会把婴儿放进小船上 让她听着海浪的声音 才会安静睡觉 她似乎只属于大海 很快女人就为她升了一个球队 但女人还是时刻梦想着能重回大海 每次亲人们来看望她 她都会告诉家人自己很幸福 但偏偏意外发生了 这天女人正在午睡 海水却涨潮了 将女人的孩子卷进了水里 爷爷发现后拼命的向海边跑 却被一群海鸥拦住 眼看小船越飘越远 他们这才摆脱了海鸥 驾起小船追了上去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片黑云压了上来 海上的风也越来越大 婴儿的小船摇晃得更加剧烈了 无论爷爷怎么追都追不上 很快暴风雨来了 小船也随着巨浪 迅速消失在了视线里 这对女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听到这个噩耗 拼命的冲进了大海 这个女人疯了 她想跳进海里 去找自己的孩子 因为她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海豹 但她的皮却被人类偷走了 她无法再回到大海 直到这天 女人突然告诉她 老鼠洞里为什么藏着一张皮外套 女人一听 激动的都快哭了 她慌慌张张的跑进了屋里 不久后 外出打鱼的男人 就发现一只海豹 正在尾随自己 看那眼神太熟悉了 似乎在告诉她 她要去找孩子了 男人瞬间意识到了不对 赶紧架着小船往家里赶 果然回到家里 女人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几个孩子 但这几个孩子中 有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变成了海豹 被养在小岛上 只有一个小女孩还是人类的模样 男人也因此 离开了这个伤心的村庄 而小女孩却要留下 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 因为她必须要找回 失踪的妈妈和弟弟 才能治愈爸爸 这天爷爷带着艾莉出海打鱼 他们来到一个小岛 艾莉在破旧的屋子里 竟然发现了一块没烧干净的炭火 和一些简易的餐具 难道这里有人生活 艾莉又在海滩上 看到了人类小孩的脚印 却被一阵海浪抹平了记忆 艾莉开始四处寻找 突然 她发现了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 艾莉大声喊她的名字 却惊吓到了她 小男孩迅速跑上了小船 又神神秘秘的飘走了 艾莉告诉爷爷 弟弟还活着 可爷爷却不相信他 到了晚上 艾莉发现那个小岛真的有光 他敢肯定 弟弟一定生活在那里 隔天艾莉去给爷爷送饭 可小船的绳子居然断了 艾莉迷失了方向 她一个人在海上 十分恐惧 这是一只海豹钻了出来 海豹带着女孩一路竟然来到了岛上 恐惧加疲惫 小女孩昏睡了过去 这个小女孩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因为她意外被困在了岛上 这时她发现山下有烟囱才冒烟 小女孩激动的跑了过去 里面竟然是一个被海豹养大的孩子 小男孩十分可爱 突然 小男孩发现了她 疯了一样跑了出去 一秒就跳进了蓝光里 迅速向大海游去 小女孩拼命的追也没有追上 还不小心被绊倒 很快爷爷就找到了艾莉 并把她带回了村庄 艾莉告诉爷爷 她看见了弟弟几米 但爷爷却不相信 艾莉又拼命的和奶奶说 奶奶虽然一脸的疑惑 但转头她就收拾起了衣服 没错 她相信了 她又去岛上找孙子 于是几个人连夜来到了小岛 果然里面有火光 一家人激动坏了 他们打算住在这里 等待小男孩 外面下起了大雨 艾莉不知道弟弟会不会回来 突然 一个小男孩就被海豹推上了岸 一家人惊喜的冲出了房门 但小男孩显然十分惧疤人类 她想逃回去 却被海豹们拦住 还拼命的爬上岸驱赶她 又将小船推进了海里 没有小船的保护 小男孩更加害怕了 但是海豹妈妈们 却叫她勇敢一点 并和她跳舞道别 毕竟小男孩 还是要回到人类的世界 才能生存 终于小男孩奔向了奶奶 艾莉和妈妈道别后 决定代替妈妈 照顾好弟弟 所以世间 所有的母爱都是伟大的 动物也永远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少女把一块臭肉丢进垃圾桶里 干嘛呢你 却被丈夫拿回了截止用 少女赶紧阻止她 可她就是不听 啥不好的又吹不死人 这时两个学生路过 刚好点了两个烤串 一根香肠又掉到了地上 男人趁学生们不注意 捡起来就在盖水桶里 涮了涮 接着烤 还当做赠品送给了他们 谢谢叔叔 这也太坏了 刚快一个女同学就找上了她 因为吃了她的东西 晚上就开始上吐下气 严重的食物中毒 可男人根本不屑 昨天一块来的还都没事 就你家孩子有事啊 还把老头直接气出了 你手机里的第八个表情包 老头走后 一群苍蝇就围住了他 男人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些苍蝇专门惩罚 没有良心的人 但男人就是不知悔改 他去买西瓜 硬是趁着老板不注意 拿出了一个 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烂苹果 欺负老实人的后果 就是抱影会坐着火箭来找你 回到家里 刚想和媳妇亲热下 媳妇却说她臭 叫她赶快洗澡 可奇怪的是 媳妇刚拿起西瓜 就发现里面的西瓜全是烂的 更可怕的是 男人刚洗完澡 就发现自己被一群苍蝇包围 他不停地挥舞着双手 想要驱赶他们 可怎么都哄不走 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媳妇发现了不对 打开门一看 妈呀 眼前那一幕让她惊呆了 原来浴室里的丈夫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块烂肉 并且周围全是苍蝇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个坏男人 去哪里了呢 男人的鼻子里 长出两颗红黄颜色的糖豆 他害怕极了 为了防止这两颗糖豆 长出大树 好友赶紧拿来个铲子 那时啪哧 就伤了男人个大嘴巴子 差点没把他给拍死 可能糖豆就是温色不动 原来就在刚刚 小帅和大壮 想玩一场刺激的死亡游戏 那就是把苹果放进水里 看谁能在窒息前 咬到漂浮不定的苹果 万万没想到 小帅不到一秒就做到了 这把大壮都给惊呆了 他也羞有成竹的 钻进了水里 没想到 他是怎么掉都掉不到 小帅不停的在一旁 呐喊猪威 导致大量的糖豆 掉进了水里 妈呀 这下惨了 两颗糖豆就这样死死的 钻进了大壮的鼻子里 眼看扣是扣不下来了 神坑的队友 立马拿出了个大铲子 啪哧就呼到了大壮的脸上 结果那糖豆根本纹丝不动 看来他还很顽固 紧接着 猪队友就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他先是拿了台无人机 又把两根线 用胶带死死的固定在糖豆上 最后再操作无人机 用它来拔出大壮鼻子里的糖豆 我的妈呀 直接拽不就得了 有这样的猪队友 我真替大壮捏把汗 再说这胶带一定是中国制造 就怎么都不会掉的 小帅一看胶带这么结实 直接就加大了无人机的马力 在大壮的痛苦惨叫中 啪哧 糖豆终于被拽了出来 这把大壮给疼的 直接流出了一脸的相似泪 那你的身边有这种猪队友吗 一定要爱的他们 让他们也看到 男人感觉自己快要生了 随后就从肚子里 拽出了一瓶82年的红酒 这还没完 下一秒 他还生出了一辆卡车 就在刚刚 男人刚想喝一口水 怀孕三十月的肚子 就开始漏洋水 可奇怪的是 男人掀开一飞一看 妈呀 居然有一条尾巴 难道是自己要生吗 男人鼓足勇气 开始生孩子 结果那尾巴却越转越长 也不知道能生出个什么玩意儿 突然 肚子里居然尖叫起来 好奇的男人 更是开始加倍的拽 直到齐齐四十九个小时后 男人终于拽出了个 地瓜一样的东西 他不仅长了一口 整齐的牙齿 还会说话 我的妈呀 可男人却高兴坏了 毕竟是自己亲生的 可高兴还没一会儿 肚子又开始剧痛起来 最后他又从肚子里 生出来一瓶82年的红酒 我的妈呀 这肚子真是无敌 能生万物 眼看男人就要腾晕了过去 万万没想到 肚子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标牌 女人使劲的一拽 里面居然拽出了个行李箱 这肚子还能预知未来 直到男人要带着儿子去旅行 他害怕极了 可儿子却坚持叫男人生下来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后 八米高的箱子就出现了 再仔细看 行李箱上还有个防盗网 就在男人纳闷的时候 肚子里居然出现了光 还发出了嗡嗡嗡嗡的声音 男人居然生出了一辆警车 这是神仙美食的制作方法 先是将半个皮球一分为二 然后去掉两边多余的脂肪 将皮球平担在桌子上 就开始用生锈的水果刀 均匀的切成小面条 准备好后 再烧一锅300度的开水 打开锅盖 里面居然煮的是水晶杯 男人并没有拿出来 只是又将切好的面条 全部放了进去 咱也不知道能煮出什么食物来 随后男人又拿出一块红色塑料 将它们揉成小条 再切成小段 拿来一个老师都不用的口风琴 将它们也切成小片 最后一起放入锅中 最后拿来一只怀孕一百年的弓鞋 将它们均匀切成几段 然后掐头去尾 将鞋身上最好吃的部分 放入锅中 小火慢熬 直至七七四十九个小时后 鞋子被煮出了蛋黄来 那黄里透红的颜色 看着都很有嚼劲 男人将锅里煮的面条倒出 然后均匀的撒进炒锅里 光光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就这样翻炒后 一道美食就出锅了 男人把它们精心摆盘 再撒上点枸杞 简直完美 但男人还觉得不够 于是又去大街上 抓了一把长生不老草 点缀下就更完美了 这是什么食材美食 你们看懂了吗 男人卷起一筷子面条 就放进了嘴里 咱也不知道那是啥味 男人嚼得嘎嘣脆 据说手机电量一样的人 都会成为好朋友 我的手机电量是18% 那你们的呢 这只猫猫虫得了怪病 浑身坚硬的跟石头一样 因为自己奇仇无比 所有的猫猫虫都排挤他 不愿意和他做朋友 就连小鸟都嫌弃他 如果你看到这只猫猫虫 可千万要扣666 给他个爱的宝宝 但猫猫虫从来不难过 并且他还有自己的梦想 就是能登到更高处 看到更美丽的风景 于是他努力的向上爬 每一步都是希望 虽然也会失败 但猫猫虫还是站起来接着爬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站起来 就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 猫猫虫终于登上了最高处 他贪婪的欣赏着 这高处的风景 可还没高兴一秒 就被一只调皮的小鸟给抓走了 幸好小鸟嫌弃的硬 又把他丢了下去 小猫猫虫不仅因祸得福的捡回了一条小命 还找到了新的目标 他看见一只大青虫 已经爬上了高高的叶子 小猫猫虫一向上去 看看是否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说干就干 猫猫虫一点一点的向上爬 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 眼看自己就要爬上树枝了 突然天气骤变 一到神定 喀巴就劈中了猫猫虫 他又被狠狠的甩到了地上 再抬头一看 整个大树也倒到了地上 梦想再次落空 小猫猫虫伤心的哭了起来 但他不后悔 也不会放弃 他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感受更多的美好 这个男人太有钱了 所有高级名牌整车买 五万一平的红酒当做牛奶浴 随便撒撒水 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顶级富豪 但老婆一回家 他就立马装穷 他叫巴王 昨天老婆因为他穷 要和他离婚 可转天他就中了五一彩票 成为了超级富豪 领奖的第一天 他就飞快的在老板车上 划了一刀口子 又狠狠的捅了两刀 原来以前老板 竟让他挑大份 想想自己现在的身份砸 然后就用花瓶砸了个大坑 随后就去了高档商场 买最贵的西装和最贵的手表 还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换了身衣服 就来到了高级餐厅用餐 却发现妻子和他的老板 也来到了这家餐厅 他的老板竟是自己幼儿园时的死对头 他刚想上前亮出自己的富豪身份 却被理财顾问一把按住 理财顾问告诉他 如果让你的妻子知道 你有五个亿 他会分走一半 怒不可遏的巴王决定装穷 而且坚决一毛钱都不分给妻子 他回家就把衣服都藏到地下室 把五万一瓶的红酒倒进几毛钱的酒瓶里 最爱吃的肉也换了包装 就在刚要享受时 妻子回来了 你看他多急贼 他直接跌到沙发上 就在妻子陶醉酒的味道时 他把自己的一身名牌退了个金光 妻子又告诉他一个重磅炸弹 他的爸妈马上要来家里吃饭 可巴王没有丝毫准备 这还不得分分钟露馅啊 妻子拿出了家里几万块钱的红酒 紧张的巴王赶忙说 这太便宜了 换一瓶吧 可岳父却说你能有什么好酒 刚喝一口岳父就惊呆了 这味道和自己在高级宴会上喝的一样 完了完了 这不要露馅了吗 妻子马上说 这就几毛钱 家里还有好多 等会儿送你几瓶 巴王心都在滴血 举办时还露出了手表 眼间的岳父直接一把抓住了他 巴王急忙说山寨的 十块钱一块 岳父直接说 给我来十个 就在这时 他的土豪电话又响了 这回说什么都不能动 就说不是自己的 眼看就要露馅 巴王大声说出了 妻子要离婚的事情 成功的把注意力 都转移到妻子身上 哎太难了 为了装穷 他找了一份超市营业员的工作 白天上班 晚上就去高档餐厅 享受米其林大餐和 但也总会出现 猝不及防的意外 买东西碰见好友 要不就是躲起来 要不就是把几万块钱的衣服 扔到垃圾桶里 生怕自己露馅 虽然很艰难 但他还是在装穷的路上 一去不复返 但他唯一开心的是 他买下了以前工作的邮轮 让老板给自己扛奋 慢慢的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享受太孤独 现在自己除了钱 一无所有 于是他想到了 曾经最不嫌弃自己的两个好友 让其中一个接了500万的广告 另一个给了500万 不知哪个姨妈留下的遗产 果不其然 一夜暴富的他们 带着霸王就玩起了飙车 霸王劝他们别那么放肆 可他们却认为 霸王是在嫉妒 就在霸王说出 我就是那个超级富豪使 几个人就在震惊中 冲进了大海里 从此 他们就夜夜在霸王的豪华游轮上癫狂 在奢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几个月后 朋友因为一夜暴富 已经离婚 另一个朋友 也因为接广告被嘲笑成小丑 不敢出门 到了离婚的日子 霸王后悔了 原来一切都是浮云 只有妻子的怀抱 才是最温暖的 于是他想挽回这份爱 邀请妻子共进晚餐 并且精心准备 霸王动情的忏悔 妻子也十分感动 原本以为这样会和好 但当霸王说出 自己中奖的一瞬间 妻子怒了 认为他就是怕分给自己一半 才欺骗自己 霸王急了 没钱要离婚 有钱还要离婚 到底应该怎么办 绝望的他最终决定 转给妻子两个亿 还买下了妻子最爱的超市送给他 独自一个人离开这个城市 重新开始 当妻子知道一切真相后 跑到机场 立马就抓到了他 甩了霸王一个巴掌 说如果你想用两个亿 和一个超市来换回爱情 那绝对不可能 但霸王已经心灵神会 有了妻子的帮助 几个朋友也和好如初 大家都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快乐生活 如果你意外中了五个亿 所以想做什么呢 再见 感谢观看